字幕提供 那我們今天主要陳述的內容是針對國父紀念館 它是我們台北市非常 東區非常珍貴的一塊綠地 那台北市政府為了我們 背後的台北大巨蛋的新建案 要挖地下聯通道到國父紀念館 然後因為這個開發案 國父紀念館後方將有數十棵的老樹 國父紀念館建館的時候 就種下去的老樹要被挖走 那我們可以知道台北市非常多的樹木移植案 都把這些老樹害死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在9月4號的時候 正式向台北市文化局 申請認定國父紀念館全區 為文化景觀保存區 那等一下9點20分 台北市的文資委員 將到國父紀念館來 針對國父紀念館的 文資資格去進行認定 跟一個線刊的活動 因此我們今天在會前 召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要呼籲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你們不應該把國父紀念館摧毀掉 不應該把國父紀念館的景觀給毀壞掉 這裡是台北市民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請你們不要毀掉它 為了大巨蛋的連通道 我們到時候從國父紀念館往後方看 兩邊會各有一個非常醜陋的一個 地下連通道的出口 跟國父紀念館的意象是完全不搭嘎的 跟這個國父紀念館的意象是完全不搭嘎的 我們國父紀念館是王大宏建築師所設計建造的 王大宏建築師的另外一個建築案件張群故居 他比國父紀念館還要晚五年新建完成 他已經在今年六月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認定為古蹟了 那既然這樣子 國父紀念館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域 怎麼可以為了大巨蛋 而去破壞它的完整性 破壞這些老樹呢 所以我們今天呼籲 台北市政府文資委員以及文化局 應該盡速指定台北的國父紀念館為文化景觀保存區 任何一棵樹都不要移植 任何一個跟國父紀念館衝突的一些設計規劃跟建設 應該全部都要停止 我們應該把這一個土地 這塊土地 這一個建築 以及這一個區域的完整性保存下來 不應該為了大巨蛋破壞它 那國父紀念館的主體在這個地方 那中校東路在這裡 那當初捷運在做的時候 就留了這個結構體在這一邊 所以現在最主要的工程就是說 我們從 因為它那時候有預留一個開口 所以從這一邊出來 往兩邊走 然後到出入口在兩個人行道 我們剛剛看得到的人行道這裡 這裡就是它的那個進出的 遊覽車進出或者是汽車的進出的一個東西 所以當初我們在做規劃的時候 為了避免影響更多的紙災 原來是在這一排 然後我們把它往前 所以現在只有影響的這邊 剛剛講的13顆的那個百錢城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進來以後 這邊完全是那個它的空地 所以在這邊有幾顆我們大概有標示出來的 有綠色就是影響的一個紙災的部分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這一個地下道那個最主要的就是說 供大巨蛋上場的時候 那個也不是消防逃生 就是緊急的把它疏散人潮的主要功用 它以後大巨蛋出來 它可以往這邊捷運疏散 或者往其他方向疏散 但是最主要是考慮到 這個人潮從這邊來疏散也是一個方式 而且以後其實來講 它是串聯南北的一個文化園區 因為這邊我們知道有文化園區 如果從人型的觀點來看的話 它都可以透過那個大巨蛋的地下室 然後這邊的地下通廊 甚至於國務紀念館他們將來也有一個規劃 然後這邊開發成地下停車場 然後從我們這邊以後會一流通道 以後人可以從這邊一直過來 到我們這邊的地下室這邊來 所以給一個人型的一個相當好的一個空間 那這邊也要強調的 這一個部分在我們都審的時候 都是計畫審議的時候 不是委員 都是設計 都是設計審議的時候 其實剛剛有那個團體說 那個委員有那個全部委員反對 應該不是這樣子 因為那是委員的公司絕的部分 所以有委員提出來類似那個意見說 我們怎麼樣去處理這些樹 或者是說這個造型 我們已經建築室今天也有過來 已經充分的表達 我們怎麼樣去保護這些樹 我們怎麼樣去配合這個國務紀念館出口的一個造型 用它的一個曲線的造型去做那個配合 大概我們都有做很詳細的一個說明 所以說像這個的一個景觀護職的部分 我們移出去以後景觀全部 我所謂的它是白千層 我們就把它護主那個白千層 那主要的我們的一個專家那個去建議說 現在目前依據我們台北市的一個那個法規裡面 它的數據太密了 對樹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以後那個樹如果說要種的話 現在至少它的樹一樹的數據必須要五米以上 那這邊大概只有三米四米 所以到上面樹棺的部分就會擠在一起 對樹來講它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 所以說我們這邊護職包括景觀怎麼樣 要把它改造更好就是從看看能不能軸線翻轉 從那邊的正面以後大巨蛋這邊完工 然後這邊給它創造一個更好的一個 複製的那個景觀環境 包括我們都行為到文化部也是 但是跟狗管這邊也都有共識就是說 文化部那邊都要同意之後 我們這邊才可以去走失蹤 我想這邊我們也有跟那個去含文化部 那文化部現在目前是講說那個有些資料在補充